然後呢這個品名它就對應到這個範圍 單價就對應到這個範圍 OK 而且會自動全部幫你建立 有按確定之後 重確定幫你建立 已經有按4好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名稱管理員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品名這個要把它刪掉 剛剛這個舊的 OK 你會發現品名就對應到什麼 A2到A6 單價就是B2到B6 那將來如果說你2003、2007、2010都要一樣的話 建議是用這一招 先建一個名稱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一樣選取 再來就是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你不要用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 在2003版會有問題 你就用什麼方法呢 用我們剛剛的那個名稱 那個名稱用F3 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那個名稱呢 它就會跳出來 以後你就選一下就好了 所以那個叫什麼 品名對不對 按確定 它就會 這個名稱就會去指到那個 我們剛剛選的範圍 然後按確定 就完成 而且這個動作呢 在2003、2007、2010 即便是2013都通的 那剛剛那個動作 只有2010是OK的啦 所以建議是用這一招來做 所以特別之後 再把重點提一下 1.先把它搬到這邊來 2.做移除重複 再來3 請你先怎麼樣 先做那個公式裡面的 這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如果你不用這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的話 有沒有 頂端列的話 你要記得喔 你可以選這邊一下 再按 定義名稱 你還要再把品名這兩個字 Key上去 按確定 一樣可以建 只是喔 那個動作當然比較多一點點 用這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會快很多 因為我的名稱就在上面 他會自己幫我放進去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再建立一個清單出來 那以後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下拉 Ctrl向下有沒有 以後要下拉下一筆的話 選一下玩具 玩具 編號就出來了 但是 還差一步 我希望有沒有 點了玩具之後有沒有 價錢自己帶出來啦 不然的話 自己再去想想 看價錢多少 399 如果打錯的話 那不是完蛋了 這個資料就完 所以最好是這樣 他出現了 他也要出現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喔